不管輸贏就是我很享受在這個過程 從踏入國家開始 上屆冬奧一舉摘下銀牌 刮起柔道旋風 陽光帥氣外型 更被冠上柔道男神封號知名度大漲 這屆巴黎奧運 楊勇偉再度肩負奪牌期望 盡量不要讓自己去想 這些會造成自己壓力的頭銜嗎 還是名號 還是那句話平常心 當然不是說平常心很簡單 就是你要在平常的訓練上面 就去做好 任何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在比賽場上 不要再反送去 訓練保持平常心 但上了場一定渴望勝利 杭州亞運替台灣搶下第一百斤 再加上市井賽銀牌 楊勇偉奧運總積分名列榜首 世界排名衝到第一 第一種子可以很好的去預測到說 前八種子的一個狀態 在前八的時候會遇到誰 最好的一個模式 當然是選手他本能的狀態 把它保持到最好 真的都是波動之間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 不一樣的特色跟摔法 還有他們的必殺技 你要怎麼去運用智慧 然後從比賽 像從現在開始的訓練 都是很關鍵的 明明已經勝軍在握 但是就是又錯失了這個機會 比賽就是這樣子 尤其是我們在比賽場上 的變化型很大 第一種子有優勢 但其他人也不是省油的燈 五月中市井賽拿銀牌 已經刷新台灣歷史紀錄 但楊勇偉很不滿意 他第一次下來的時候 我看到他還滿難過 就是會蹭在那邊 不然他平常就算 不管贏或輸下來 就是直接走下來 我覺得 也沒有人走到 這麼高的高路過 我覺得 不管這個結局 是他想不想要的 我覺得已經很好了 我只能就是 換用這種方式去鼓勵他 不想要每次都差一點點 楊勇偉接連前往巴黎 和日本餘地訓練 還找來蒙古教練技術支援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可惜 但是我比任何人都還想要贏 後來回頭去想 市井賽這麼難的比賽 這麼高強度的比賽 我都能做到 沒有什麼我不能做到的 二度扣關五環殿堂 找回煉柔道出心 楊勇偉再次打頭陣 開幕隔天就出賽 目標挑戰個人奧運第一金 也要替台灣奪下賽會 首面金牌 金新聞訊息中 曾家宣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